浮世的展厅拍摄现场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高级摩登的一个轻奢时装品牌 机米 机米呢 这个品牌的话 它的一个定位啊 还有它的一个时尚程度 都是非常精致高端的 而且很多款的话 都是我们的明星童话 还有它的一个时装秀款 它这个品牌呢 它是之前是源于意大利 然后在我们的上海的话 也有很多专柜 包括它的一个跟香奈儿 还有哭起等这种奢侈品的话 它是在同一所这种大型商场专柜 才会有它的一个品牌助力 而且它很多明星 包括那个火箭少语 逆101气威 张子玲 李爱 马依丽等 很多主持人明星 包括它的一个时尚博主 都很认可它的一个品牌 好 接下来可以跟随我的镜头呢 看一下它所有的一个款式哈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些 一个模特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 像我们这些里面的一些这些 模特款的哈 这一次呢 我们都有的哈 像这些晚礼服的一些款式啊 还有它的一个风格 大家可以看得到哈 这些款的话都有啊 非常的精致 而且它这个一个品牌的话 全部都是三标齐全的哈 吊牌价也非常高 像这一套的话 它是我们的一个套装行 三件套来的一个真皮的一个套装 那像这一款的话一个沙滩裙 它每一件的话都是非常精致的 很多款式的话都是它的一个绣长款 像这一款啊 也是它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款式 这款是长款的一个称衣 它的一个面料呢 像这些面料 大家从镜头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哈 面料非常的柔顺光 那这一款的话 也是它的一个礼服的一个秀长款哈 可以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它的一个做工细节 而且这一次的话 我们给大家一个价格的话 都是非常实惠的 可以看一下它调牌价都非常的昂贵哈 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 GM的话 它这个品牌的很多小组的话 之前有做过它的一个下装的一个品牌哈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的话 也是一个世纪款 也有一些秋冬款哈 像这一组的话 也是它的一个系列款 像这一款格子的话 它是比较小清新的一个风格哈 里面还有一些它的一个大衣的一个外套 给大家进去看一下哈 它的一个钮扣细节 到它的一个设计 一个面料 一个款式哈 都做的非常的到位 所以说它的一个品牌定位的话 就是这种高级定制 时尚轻奢的一个品牌 这一款的话 也是它的一个礼服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 一个做工啊 细节 看到清楚吗 真的非常高贵哈 典雅的一个款式 包括它一个很多 到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它很多一些明星哈 一线明星 还有我们的一个时尚博主 包括它的一个主持人啊 还有它一个代言人都非常多哈 很多明星呢 像我们的啊 近期非常火爆的一个明星就是啊 火箭少女101啊 里面的一些成员啊 很多都有穿它的一个款哈 而且它的这个品牌的话 它的定位的话就比较轻奢高端的一个品牌哈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的话 真的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价格哈 所以说由小组做这种高端轻奢的一个品牌的话 这一盘货的话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而且这一次我们刚刚预售的时候 就已经定出去很多份了哈 所以说大家抢到的话就是赚到的一个货品 品质的一个质感的话 相信大家就是从镜头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哈 它一个质感真的是无可挑剔的 那而且它的一个款式的话都是独一无二的哈 每一件呢 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性感还有它与高级优雅都是并存的哈 这一个一款的话是它一个系列款的一个牛仔的啊 这那这款的话 刚刚就是我有给大家看到它一个模特款的一个铜款哈 这一组的话 它的一个是也是一个套装哈 我们是一个四红面料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 像这一款的话 在它的一个绣场的话都有出现过的 它这一款西服的一个套装 酒红色 这一款的一个连衣裙一个礼服款连衣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袖口的话 它是这些刺绣啊 看到吗 都是做的非常精致的哈 都是一些绣场款哈 礼服绣场款 而且它里面的这些款式哈 大家可以看到 我相信很多女人的话都非常喜欢这种精致 还有不拎不拎的一个礼服款式哈 都是每个女人有一个那个公主梦的哈 像这一种款式的话 都是这种大牌青色的哈 非常的高贵 大气的一些款式 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大厂款的一个礼服款啊 它的一个颜色的话 还有它的一个面料舒适度柔顺度哈 都是非常大气精致的一些款式 每一件的话都是非常经典的哈 这一组的话 我们陈列的话 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黑色跟红色的一个搭配 这一款的话 跟我身上这一款的它的一个面料的话 是同一种面料哈 当时的话款式不一样 这一款的话它是一个大厂款的一个裙子 而且像这种礼服款的话 对女性的身材的话 也是比较有要求的哈 它的一个收腰设计 非常的显腰身哈 也非常显身材 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大衣的一个款式 它里面呢 这些红色的一个款的话 像我们迷津一个流湿湿的话 它就穿这种红色的礼服的话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哈 都是特别的显肤白显高调的 这一款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套装来的哈 里面也是一个背心 外面的话是这种一个短款的一个外套 每一件都是这种经典的款式哈 所以说如果有做这些直播的一些小组 或者是做实体高端定制的一个货品的话 其实像这一款GM的一个 轻奢品牌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哈 而且这一种款式的话 我们这个品牌的话 它的一个违货数量的话 是极少的哈 再说了 这一次我们是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 吊牌价是非常的高的 都是5000起 还有2000多 3000多的哈 这一款的话 是一个绿色的一个礼服的一个款式 也是非常大气的一个款哈 看到吗 很漂亮的哈 这一款的话 我们是做了一个同系列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 它这一款的话呢 也是可以说是潮流人士摩登时尚人群的一个最爱哈 它这边还有一个精致的一个蕾丝拼接 包括它的一个裤子的话 也是这种大喇叭裤 非常修饰女性 一个腿型哈 非常减腿长 这一款的话 它也是一个我们配的一个小皮衣的一个外套的款式哈 它里面这些皮衣的话 全部都是真皮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吊牌价 这款吊牌价的话是2599的一个吊牌价哈 吊牌价都是非常昂贵的 而且我们这一个品牌的话 GM的话 都是跟很多在我们的成都 还有杭州 包括广州 都是在一线城市 然后大型商场 才有它一个专柜 跟香奈尔 Cucci啊 还有这些 LV啊 这些品牌的话 都是在同一个楼层的哈 这一款的话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礼服的一个款式哈 它这边有一个漏腰的一个设计 某定设计 包括它一个 酷型号 它一个某定的一个设计 然后前面的话它是一个威灵的 看到吗 它这些款式的话 重款特别少哈 我们一整份的话是237件 然后的话有赠送10件哈 它里面的这些礼服款呢 都是非常多的哈 每一件都是非常经典的 像这个款 刚刚就是跟我们模特身上的一个同款 一个小消风的一个感觉啊 这一款的话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们的这一款一个套装 这也是一个两件套的哈 它里面呢 像这种小件的一个款式的话 也是都是非常经典的哈 它质感的话 真的大家都不用担心 上身的话 只要你上身的话 就是非常的高贵 然后优雅的一些款式 都非常的精致哈 看到了吗 它的一个面料 那这一组的话 我们陈列的话是一个粉色系的哈 这种粉色系的话 就非常的显 少女哈 别公主的一个风格 这一组的话 我们是做了一个同系列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 也是布林布林的一个款式 这一组上身的话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了哈 非常的高贵哈 也是潮流人士的一个最爱 那这一款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哈 刚刚模特款的话就有这一件哈 它整一张这个的话 是这种贪羊毛的一个毛领 然后一个皮衣 我们配的话是一个同系列的一个半裙 像这一个款的话 你去商场买的话 都是几千块钱一件的哈 非常的奢华 那这款的话也是一个礼服款 这款的话 它这边腰身的话 都是一个漏腰的一个设计 看到没 比如说你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参加婚礼啊 或者晚宴啊 或者一些高级场所的话 像这些晚礼服的话 都是必备的一个款式 看到吗 这边还有一个晚礼服的一个款 里面也有一些羽绒服啊 大衣啊之类的啊 整一盘货的话 它的一个礼服款式的话 是非常多的哈 而且它里面的这些裙子 真的每一条都堪称经典哈 都非常的漂亮 这一款的话 我们是加了一个小外套的哈 然后里面的话 也是这种礼服的一个款式 一个威领的一个吊带的一个长裙 这一款的话 也是一个上下装的一个套装的哈 这个款的话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款式 带了一个钻的哈 它上面有带了一些小钻的 比如说像这种的话 我们作为晚礼服啊 或者一些场所 或者一些平时约会啊 都是可以穿的哈 整一份货的话 它的一个款式真的是非常多哈 我们一整盘货看下来的话 它的一个重款几乎是没有的哈 那这一款的话 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皮露腰款的一个款式哈 我们下面再配一个这种啊 那种这种阔腿裤啊 高腰的都可以哈 它里面的这些款真的都非常经典 像这一款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袖子上面的话 都是带有这一种精美的一个刺绣的 看到吗 每一件的话都非常的漂亮哈 啊 这个款的话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款式哈 然后拼接一个蕾丝 然后这边还有袖口啊 还有它这个地方都有带一个某钉的一个装饰哈 好了 所有的款式的话都已经给大家展示完毕了哈 有小组想做这种高端轻奢定制礼服款式的 都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 这次换我们的数量的话也不多哈 先款